立委郑立文决定要参选台中市的立委 主要是在马总统的鼓励之下 他要担任国民党的刺客兵团 挑战的是现任民进党的立委简教洞 不过当然他缺乏台中的地方经营 也面临目前台中市极大的地方派系的反弹 在下午郑立文立刻下乡long stay 他拜访了地方大佬 第一人找的是言清彪 千叮咛万交代地方上的妹妹嘎嘎 言清彪细细数来 拟定挑战国民党立委刺客团参选台中市 郑立文下乡的第一站 找言清彪拜码头 来请议啊 那选举了以后 那个正式参选了以后的爱 拜托 虽然彪哥自己在选啊 但是他是家的妈说我同样啊 所以有百有保比 空降台中地方反弹声浪 郑立文当然知道 尤其要面对的还是民进党资深立委简兆栋 郑立文抓紧时间拜会地方大佬们 希望能够消弭杂音 吸引妇女票以及手投足 但是不常在地方跑通啊 基层的经营经验又很弱 立委这一仗实在打得辛苦 既然决定要打 就是这个选区 其实是非赢不可啊 其实挑战非常的大 也非常的艰困 会很辛苦 这个我都已经有了心理准备了 我有一点生意就是人脸嘛 没就是因为这一款的 对啊 以前都会电视看 对啊 所以 现在看得很难 现在就是要留在 他只看得到笑眉眉又这么漂亮 大家也会接受 我反而年轻人都不知道 我会就去打招 现在又来看日子了 但台中地方派系杂音多 郑力文的这场立委战 实在很难打 周太北 综合报道